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周全席 今年73岁 我这个光头看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我这个光头是从1999年 演《笑江湖》的时候 演一个方丈 那时候提光头吗 我就从那时候起 就留到现在 好看吗 我是师爷 你的得罪我 得罪我的话 有点好受的 我一次 我在那个咖啡店 遇到一个暗哥 他看到我 我想打你 我要念话呀 1978年入行的周全席 演过无数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 参与演出的作品包括 《戏斑》 《五角鸡》 《红头金》 《冷月剑无言》等等 他演活不少 小奸小诈的角色 后来的光头形象更是深入明星 我演戏演了几十年 什么鬼节色都演过 好人坏人 贪官 好色 都演过了 因为 也许我演的坏人太多了 有一次 我在那个咖啡店 遇到一个暗哥 他看到我 我想打你 你很坏 我当时又开心 有点怕 我其实怕是不用的了 我知道他这样说是骗我的 反而是称赞我 说我演的好 演坏人演的太好了 太像了 所以要打我 我演了那么多的坏人 我会转说要演好人 无所谓 导演给我演什么 老板给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我都可以的 我没有说 这不要人 那不要人 没有 所以说乐业尽业 是不是 有一次我们拍坟场的戏 三更半夜 导演叫我跨过坟墓 我照做了 没办法 我有对贴说 老兄 不光是事 这是导演叫我做的 我这样咯 这样我就跨过去了 照演了 还有 我也睡过棺材 真的棺材也睡过 假的也睡过 何必假呢 假是就用那种泡沫 化石泡沫做的 轻轻的 那种要来 要来防震的那种清淨东西做的 那个棺材 我也睡过 我也躺过 那么我有一次 我躺那个棺材 那个老板讲说 哎 这个棺材啊 这个款式啊 是邓立军曾经躺过的 哇 原来这个是很贵 很名贵的棺材哦 想躺都没有耶 周全喜为本地电视圈 默默做出贡献 鼎盛时期 还曾同时拍摄几部剧 穿梭在不同摄影棚之间 拍戏真的有趣 我记得当年我红的时候 一连接了几部戏 所以呢 可能一天会拍两组戏 那么 一个导演就这样开玩笑说了 叫我周九祖 说我拍九祖 所以没有那么多 那是夸张的 一两组是有的 嗯 我记得有一次在场景 这边搭儿童剧的 这边是成人的 单元剧 所以说这边拍完了 就过去这边 红到这样 除了演戏之外呢 还有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部 《四代同堂》 这部戏里面 爵士很多 还有 通通的演戏呢 就是我演人家的爷爷爸爸 只有这部戏 《怀言书》也我的爸爸 我从来没有演过人家的儿子 这部戏 我们呢 聚餐 平平 为什么呢 离聚力很大 我们演的戏就去聚餐吃饭 即使演完这个戏 不然是让你联络 经常聚餐 这个是《四代同堂》里面的全家福 我 我老婆 中间那个是我儿子 这个是我们聚餐的情形 看了 哈哈 如今工程升退的他 享受着自在的晚年生活 平时喜欢到处走动 拍拍花草 也喜欢和孙子互动 我的退休生活就是这样 平时我跟我的孙儿玩游戏下棋 因为我之前有上过这个手机的课 我不会的就问他 他先会教我 教我怎么玩游戏 怎么样做一些手机上的一些问题 之前因为没有疫情了 我就会跟朋友出去喝茶吃饭聊天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不能够出去 所以我有在这边 乘凉 喝喝茶 自己喝茶 就是这样 如果主角是花朵的话 我们这是配角 这是绿叶 我演那么多年的绿叶 老实说了 什么角色都演过 都有点腻了 我演这个绿叶主要是 做好这些本分 不要抢戏 主角是主角的戏 做好这些本分就会对 如果问我说 还有没有兴趣继续演戏呢 我可以更加上 我累了 不想再演了 还有 如果你们想进这行的话 你就要敬业乐业 不管你演什么角色 演唱的本分那就对了 不要强行 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忠告